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门!快给我开门! 驾! 秦冲!又是你! 御池公! 宋金刚已经被我打死了! 什么! 你已经无路可走! 投降吧! 要杀要挂! 随你! 我御池公就是不投降! 把他押走! 是! 走! 跪下! 别动! 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御池将军? 还不松吧! 是! 起来! 御池将军! 今日你我有缘在唐营相见! 若不嫌弃! 不如就此归顺大唐吧! 秦叔宝胜之不武! 我不服! 御池公! 我赢了你两次! 你有什么不服的? 对呀! 四鸭子还嘴硬呀! 你赢我两次不假! 可那都是在我压梁回来! 力气不济的时候! 还有跟这个黑胖子! 我捉了半天的迷藏! 就更累了! 所以不服! 你这个黑弹头敢叫我黑胖子! 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杀就杀! 谁怕谁啊! 黑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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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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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御池将军! 你要怎么样才肯服气! 除非秦叔宝能在我文文守着白笔棺的情况下攻下城池! 否则杀了我也不服!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你的武艺不在我之下! 我两次能够赢你! 确实有一些取巧之嫌! 齐叔宝! 你还算讲道理! 那你的意思! 也就是说一定要等到你心服口服之后才肯归顺大唐! 我遇之功一穷二白的时候! 定阳王慧眼十雍穷! 封我官职! 可以说对我恩仲如山! 如果因为丢了白笔棺! 就让我投大唐! 我太对不起主公了! 我不干! 好! 我这就答应你! 我们这就撤出白笔棺! 不行! 我们这么辛苦拿到城池回来! 怎么可以白白还给他? 有机! 李世民! 你真这么大方! 不骗我! 我为什么要骗你? 别说一个白笔棺! 就算是十个! 拿来换你这样一个大将也值得! 好! 李世民! 你有气魄! 我们空口无凭! 机长为师! 好! 来! 一言未定! 绝不反悔! 我现在就把白笔棺还给你! 好! 退回白笔棺不行! 要公平的话! 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御师将军请讲! 我的粮草被你们烧了! 没有粮草怎么跟你们打! 你最好借我一些粮草! 借粮草! 大仗打蒙了你! 借给你士兵好不好! 还说我! 黑胖子! 打不敢打就知道骗人! 否则我不会丢是白笔棺! 谁叫你是黑蛋头! 谁让你那么词准! 不骗你骗谁啊! 黑胖子! 你敢说我笨! 要不然我们出去打一场! 叔宝! 让! 与之公! 要打战场上打! 不要在这儿打嘴杖! 有道理! 今天我就给秦叔宝一点面子! 放你一马! 李士兵! 粮草你给不给! 不给拉草! 我是战败的! 要杀要剥! 任凭你! 爽快! 我正就把粮食和你一块送回白笔棺! 李士兵! 你果真是好样的! 如果你满足我的条件! 我绝不食言! 龟顺大唐! 我也相信你是个言出必行的君子! 就这样! 咱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嗯! 白白没了一个城池 为这样的黑炭头值得吗? 我术宝打不赢啊! 话不能这么说! 失去城池可以再夺回来! 想要收复一个中心耿耿的大将 谈何容易! 如果有御池公、罗成 还有单雄信三人 加上成将军、秦将军 那我就可以恢复 当年瓦刚五虎之事 我兵强马壮 我就有了强渡黄河 收复中原的决心 对啊 如果那个黑探头突然反悔怎么办 我相信他一定会信手诺言的 一个刘武周都没找到 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杀了他 如果那个黑探头不回来了 岂不是白费力强 传道桥头自然指 对了 军师 方才我看见你点头 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计策 刘武周正在招兵买马 准备御驾亲征 如果他知道宋金刚的死讯的话 一定非常着急 因为他知道御池公有勇无谋 不能守住白笔关 一定十万火急地赶来 只要他一动 我就有办法让御池公俯首称臣 奇怪啊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阴谋啊 要不就是脑袋坏了 不然怎么做出这样的傻事啊 是不是 你们俩提出什么呢 声音大点 我们说 这李世民莫非有什么阴谋诡计 为什么将弓下的城池拱手让出 还放了将军您 真是让人不太放心呢 是啊 还有 他把粮草也给送回来了 我以为这粮草中肯定有毒 将军 一定要小心啊 放屁 你们两个懂什么呀 我跟李世民是英雄系英雄 互相尊重 打一场君子之战 求的就是公平 你们这些俗人也不明白 宋元帅说战场上没有人意 我不同意 君子之礼在什么场合都要讲究 那您有什么对抗唐军的办法呀 想攻击我白碧关 没那么容易 我也没那么笨 我把白碧关关上他一个月 我看他秦书宝怎么办 你们两个给我传下命令去 好好守城 不管唐冰怎么叫朕 都不应他 都半个月了 半个月他一直都关在城里头 没出来过 我们连见他都见不到 我早说过 不可以相信那个黑碳头了 现在中了他的计 依我说 不如带鸡兵马冲进白碧关 姚金啊 别急 我看徐道长 胸有成竹 我们啊 一定能够拿下白碧关 我估计刘武周已经在路上了 姚金 明天开始 在白碧关外实力埋伏 如果刘武周经过 一定取其人头 不得有误 是 如果失败了 军阀处置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稳定军心 如果守住白碧关的话 我联合各地的反王 消灭那个大堂 一个都没有放过 是 把他衣服拖进来 禀告将军 皇上的援兵已到 可在城下被唐兵阻击 不能进城 什么 准备兵马 出城救大王 这次来 外国人都没有放过 出城的反王 这次来 大王 这次来 大王 你会把这次推荐 你会把这次推荐 你还把这次推荐 都没有放出 你们把镜阳王怎么样了 刘五周是吧 就在你后边呢 睡着了看不到而已啊 我也把他抬出来 什么 大王 都是我害了你 御迟将军 人都已经死了 你就节哀吧 我一定会禀报秦王 后葬刘五周 后葬管什么用 人都死了 御迟将军 你的要求 我们都已经做到了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你放心 我说话还是算数了 都把兵器放下 秦王殿下 御迟将军带到 御迟将军 现在你可否归顺大塔 秦王 我服了 我是心服口服 愿意归降 好 准备九夜 为御迟将军接风 慢着 我归降之前 还有三个条件 如果你答应了 我才进入唐营 什么条件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绝无二话 第一 刘五周对我有恩 他要按天子之礼后葬 刘五周本来就是大王 以天子之礼后葬是理所当然的 我答应你 第二 刘五周是程耀金杀死他 我不让他承命 可刘五周的葬礼上 程耀金要披麻戴孝 当孝子 你这个黑蛋 都得寸进尺 我不答应 耀金 死者为长 你就吃些亏吧 就算 你为杀他的事情 道个歉 免得他化成厉鬼 来铲你 就算是 杀他的主意是理出的 如果我要带 你也要带 军师 那就委屈你了 陈耀金 徐茂公 命你二人 为刘五周 披麻戴孝 御迟将军 那最后一个条件呢 最后一个是最难的 也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你从我胯下爬过去 秦王 不行 前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 可是秦王你地位尊贵 岂能受这胯下之辱 绝对不行 好 我答应 秦王 这小子越来越得尊进尺 你不能纵容他的 我知道 像当年 怀音侯韩信 受街边无赖胯下之辱 也当成刑事 而如今 我是从御迟将军 这样一个大英雄胯下钻过 与其相比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已经答应了 你们不用劝了 多谢 请 秦王殿下 我知道您求贤若渴 可是 我怕御迟公会对您不利 您放心吧 我有把握 通师明主 天下其哀 无等在世 当即其一致 还天下苍生安宁 师胖宝 你别笑了 无故爱在 大家拜祭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你给我祝腿 孝子还礼 不笑 主公 都是我不好 师父啊 害了你 主公 主公 对不起 御迟将军 人死不能复生 请节哀顺变吧 我准备好了 秦王殿下 我看 还是算了吧 你将对御迟公 已经 殿下 此事还有三思 这当日这么多人 好说不好听了 没关系 我说过的话 绝不反悔 请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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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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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